第三次的時間了,長老 整個香港土地的開發或者霍翠 就是透過移走一些人 即是在六七十年代當香港發展的時候 原來的貧民櫃某區就變成市中心 為什麼是市中心? 因為當時我們的工業就在市中心 所以它就聚居在市中心的貧民櫃 因為這樣可以減低成本 即是一個貧民回去近住自己工作地方的木屋 或者石屋或者什麼樣的 所以當時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當香港的經濟轉型 叫做工業慢慢要移走的時候 其實移了去衛星城市 像荃灣一樣 其實早就已經在大陸 因為逃避戰亂 因為怕共產黨走下來的廠家 不在荃灣、青山道那裡繼續營業 所以在那區有很多貧民物 因為這個貧民物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當那塊地還未被政府徵用為起來支持 那些人在工廠旁邊就慢慢自己去搭個屋住 是很簡單的道理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這些貧民物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後來發展到地產的時候 那就是要將那些人移走 移走的時候就是用一個擦肆的方法 的維持 那維持初初不是一種福利 是因為它需要你的地 或者你有天災 就跟你維持 所以很簡陋 但是後來因為需要大量用這些地 它就搞了一個公屋的計劃 去用公屋換你那個土地回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歷史 那是不是說完全沒有得談呢? 我覺得就不是 以前也是有得談的 因為第一就是用實力的對比 那就是那個議價能力 那現在採元村就顯然議價能力比較低 因為他們受到地主和政府的夾擊 那他們本身也都不是很多人 那所以其實我整個方案就是 如果蔡元村的居民提出 就是我要花一個家園的時候 政府應該切實跟他談 第二就是你要說服蔡元村的人犧牲 這個蔡元村的人覺得 不需要為起一條這麼貴的鐵路 一隻大象是犧牲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說服蔡元村的人 是自己的犧牲的 所以就卡住了 那這裡其實都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究竟在整個運動裡面 那譬如說當地的一些村民 那當然其實當地的村民本身都很大程度上 或者為一些社會運動分子幫他們去組織 其實你很多情形都是這樣的 你起機場 那三里寵在日本就鬥了很久了 因為當日這個美國的戰略部署 就是以前機場不夠用的 用城田機場去起了三里寵的農民反對 打了很久了 我記得我的同志是日本人 他在城田機場開幕 他是一個衝動的指揮塔 打爛了這些東西 他判了十年監禁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在日本來說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不會 蔡元川因為所謂發展而被迫遷 不會是新鮮的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的 例如我舉個例子 西樓角現在大家走到荃灣地鐵站 後面那一堆豪宅 不是豪宅那些地鐵上蓋物業 就是西樓角 或者是在那山的claim回來的 所以 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很簡單地把它強行去重複 即是說兩樣都是類似 它在中間有些分別 我覺得是這樣 那現在我看起來 這個政府很顯然就是希望快刀斬命馬 那這件事裏面其實你也會見到 主流傳媒基本上第一 沒有做一個很深入的報導 那第二件事就是 基本上都是用回政府的立場 為根本去講整個故事 第三件事 你知道其實醜婦都要見家庸 其實政府官員都要去見村民 或是村民的代表來講清楚整件事 但是很有趣就是 我一向跟開這件事的時候都會見到 就是基本上這個官方的代表 要不就是主流 會很多時候見到 就是用一個疑似鬼祟的形式 去到落島村那裏造秀 就說到自己有跟村民 村民代表達成協議 又或者甚至很多時候 村民提出的一些要求 可能剛才你所說 譬如說能不能夠原村安置 又或者可不可以搬村 那你會見到這個 搬村我跟蔡陽村的人說過 如果退役此其次搬村 我沒有資格叫他做任何事 因為那個家園是他們的 我自己覺得政府現在非常不講理 他覺得如果給公屋 你給他付錢給他 為何不先走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顯示了政府一意孤行 因為第一要應酬大陸 其實好像我在這裡講過的 以前就是講國內的私有化 其實中國裏面的 要做私有化的各種各有企業 交通運輸是最難的 航空分了幾間公司 南方、東方等 那就分了一些資產 但是鐵路因為產業質素太差 就是中國的鐵路 那個勞動的邊際效益很低 第一 第二就是鐵路的 那些領導層還有一差 所以其實他是不能夠嘗試 因為他的資產不值錢 所以現在在石碧建一條高鐵 其實是打造一個強勢的平台 就將港鐵引入大陸 做一個合作 令到將未來可能如果資有化的時候 那間南方鐵路公司就變成了一個超級無敵的資產 這是一個我自己的考慮 其實港鐵之所以會私有化 以及私有化之後會大展權腳 首先回到深圳幫忙建地鐵 其實沒有其他的就是大家會互相勾結 第一就是如果大陸舉例 有一個南方鐵路公司的時候 這些就是他們的資產 如果地鐵可以跟它混合的話 甚至不單止這個深圳地鐵 甚至最近北京新的一段地鐵 其實香港鐵路公司都有份幫忙 這是大生意 因為大陸已經 如果大陸要用這個財政支出 用這個投資內基建 無論那些東西有沒有用 去拉動經濟的時候 當然這是大生意 我們陸續看到 大陸現在最後一個板斧 就是要做這個基本設施 來拉動經濟補白 另外一個我剛才也說過的就是 其實私有化也在進行中 這個私有化進行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正正很結合港鐵 因為現在中國會參與 未來會可能恢復的所謂環雅的鐵路網 它就是超級無敵大財團 如果它是超級無敵大財團 好 或者一會一會一節繼續講講 關於由這個建造高鐵 而引伸出來的一些媒體現象 一會一會見